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 南加州国家的僑社近期忙于筹备隆重的庆典仪式 日前今年的南加州中国国庆筹备委员会 日前举行记者会 汇报他们在筹备进展 以及宣布即将在9月举行的南加华人华僑 庆祝中国67周年国庆活动的具体时间点 南加州的传统僑社新僑社团日前齐聚一堂 宣布今年的南加州华人华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67周年国庆活动 将在9月15日的星期四晚上9点 在盛概博的希尔顿酒店隆重举行 在记者会的当日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桥务组长黄学征 也到场出席 他对南加州的华人华僑虽然身在海外 但是仍然深系祖国 表示敬意和感谢 这体现了他们一片赤子之心和朴素的中华的情怀 我们很钦佩 我们也深深感动 今年我们得知这些活动参与面非常广 是一场南加州全桥的一场活动 我想这体现了南加州桥界的和谐和团结 也展现了南加州桥界的风采 根据介绍 今年的中国国庆活动 由李舍潮和马树荣等的新老桥领作号召 带领新老桥团 粤简寮的桥胞 以及工商界的代表筹办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会长李舍潮就表示 今次的活动本着美国桥胞对祖国的热爱而举行 届时还将邀请联邦和政府官员参加 努力搭建中美沟通交流的桥梁 我们透过这些活动来展现 我们华人华侨的风貌和我们的一种情怀 我想这就是我们举办这些活动的一个真正的目的 和我们真正的意义所在 去年在洛杉矶华培举行的中国国庆升国旗仪式活动相当成功 美国华人华侨联会创会主席马树荣 希望今年的活动能够比以往更加盛大 活动的筹委会还希望有更多的华人社团 报名参加今年的中国国庆活动 更好地促进中美关系友好发展 今年的南加华人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7周年国庆活动 将在9月15日星期四晚上9点 在盛盖博的希尔顿酒店隆重举行 天哪卫视记者马俊 蔡芳报道 是